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鼠攻略 那我們上一集呢跟大家聊了 小富士或是小飛馬那個 磨豆機機型的清潔方式以後呢 那我們今天來帶大家去清潔另外一個機型 就是屬於這一種的 哈利歐的這種機型的 那一般的小錐刀 或是大錐刀的機型 一般都是長這個機型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用哈利歐的電動磨豆機 來為各位做示範 怎麼清潔 大致上的流程會差不多 那有一些小細節呢 沒關係各位還是要參考自己的說明書 我們今天一樣使用三種器材 來幫助我們做清潔 第一個呢就是 手套 那這個 上次新小富士使用的手套 然後呢這是毛刷 然後第三個呢是吹球 這三個武器 來幫助我們把磨豆機清潔得很乾淨 第一點呢我們先來把豆草拆開來 好 那蓋子拿下來 然後呢旋轉 往這邊旋轉 逆時中旋轉 它的豆草就會打開了 然後豆草的部分呢當然這邊有一個 這個擋片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先帶白帶手套 所以呢我還是蠻建議大家 有一個專門清潔磨豆機的手套 OK 好 然後呢上面的 殘粉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手套 摸一摸 然後呢把殘粉的部分 把這個擋片的部分打開 然後讓我們的豆粉 都能夠被濕到手套上 OK 這樣擦完以後呢 你的磨豆機呢 就裡面就很乾淨了 豆草就很乾淨 稍微把細節推一推 或是輔助一下你的吹球 好 然後這邊也推乾淨啦 要有油脂的部分呢 一定要用手套 去稍微摸一下 還有這邊豆草的部分 可以用毛刷 輔助一下 這種細節的部分 你用毛巾就很麻煩了 所以你最好還是用手套的部分 去幫 輔助你一下 是最乾淨的 OK好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已經進階完畢了 進階完畢了 然後呢 當然 這個部分也是 粉磨一下 好接下來進入我們的重點了 豆草其實是最簡單的啦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拆 裡面的刀盤了 那剛開始呢 我們要先把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按鈕 然後這邊有個箭頭的部分 我們先按著按鈕 然後把刀盤呢 逆時針轉 轉到呢 箭頭對箭頭 上面跟下面 箭頭對箭頭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 刀盤 拿起來了 那拿起來以後 然後呢 上面這個刀盤就可以 輕鬆的拿起來了 OK 那我們就開始清潔 我們先從 最下面的地方開始清潔 先從這邊開始清潔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殘粉對不對 那我們先用 吹球 把所有的殘粉全部 先吹掉 好吹掉 好 然後在裡面 有一些殘粉 然後我們先用吹球 可以 把它吹乾淨 那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的 落豆 落豆槽的部分 也是要稍微吹一下 這邊會比較多的殘粉 好我們先把它吹乾淨 好 好 都稍微吹乾淨 然後呢 配合毛刷跟手套 好把看得到的 地方呢都 稍微搓一下 那如果你 使用很久以後呢 也是可以把裡面內刀盤拆開來的 但如果 在正常情況之下呢 其實也不太需要 其實只要使用毛刷 把邊邊的這些殘粉的部分 處理乾淨 然後可以配合你的手指 把這個殘粉稍微推一下 就乾淨 好 這樣子就蠻乾淨的 好可以看到外面上面有一個 一圈殘粉 那經過毛刷跟手套呢 就現在乾淨的 非常的多 然後呢不要忘記推完以後呢 要用你的吹球 再把裡面的 殘留的粉呢 再吹一下 好這些都吹完以後呢 然後這邊的 刀盤的部分 可以用手指稍微搓一下 把如果有油漬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搓一下 慢慢搓 因為它的刀盤 比較 空間比較窄一點點 那你搓的時候 小心手指頭 就稍微這樣 用你的 用你的手套的部分 把刀盤 搓乾淨一點點 稍微過一下 久了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 拆下來 但是 正常情況之下呢 不用這麼麻煩 然後基本上這樣就很乾淨了 OK好 先看得出來 這樣子呢 我們的內刀盤 就算是蠻乾淨的 沒有什麼 太多產品 然後這邊也可以手伸進去 但不要忘記 一定要先把操頭拔掉 一定要把操頭拔掉 不然還是會有一點危險性的 豆草都擦乾淨 好 這樣抹乾淨以後 然後呢我們開始清這個 這個是裡面的內刀盤 內刀盤的部分一樣 我們先用毛刷 然後呢有一些會卡在那個豆草上面比較硬的粉 或是已經 吃了油漬的粉 我們一樣要用手指 好我們一樣用手套 稍微撈一撈 OK可以看到 用手指頭搓一下 盡量把每個空間呢 都清潔到 OK那這邊就是完全是乾淨的狀態 好 還有一個這個 一個扇蓋的部分 傷害部分呢 好我們一樣剛開始 都先用毛刷 這邊基本上呢 沾粉的比率不會很高 好清乾淨以後呢 一樣用手套 把油脂的部分 稍微 最後再來 把桌面清潔乾淨就好了 然後這邊 這一圈呢 也把它摸一摸 讓你的 活動器整體 看起來的光澤度 都很乾淨 這樣子我們的內外刀盤都算清潔完畢了 最後再補一下 剛剛有點掉到上面了 然後 接下來教大家怎麼樣 把它安裝回去 然後可以看到 我們一樣 要看一下這個 箭頭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先把 先找到 我們的上蓋的箭頭 下蓋跟上蓋的箭頭呢 先讓它對上 對上完以後呢 裡面 這邊呢 我們要把這個刀盤放上去的時候呢 上面有一個箭頭在這邊 看到 一個白白的箭頭 然後呢 我這邊 刀盤的部分 也有一個白白的箭頭 OK 就把它裡面箭頭對裡面箭頭 外面對外面 裡面對裡面 把它放進去 裡面箭頭對裡面箭頭 兩個箭頭對到 這兩個箭頭對到 基本上它就是很OK 就把它往這邊轉 順時鐘轉 然後壓一下你的 這個 後面這一個 按鈕 按 然後就可以調整到 你想要的 研磨度了 那就等於已經安裝好了 OK 然後呢 再把你的 豆槽 OK 按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呢 我們來清潔一下 它整個外觀 好 我們先用毛刷 然後這塊墊子呢 是完全是可以 拿去清潔 甚至可以拿去水洗 所以這塊墊子 如果你 因為它本來就是給大家用來防 很多的弱粉 所以如果你可以直接拿去水洗 這是比較快的 開關的部分呢 可以稍微 做 精緻一點 OK 然後最後用你的手套 把油漬的部分呢 稍微抹一抹 OK 好 最後再把這個 把它洗乾淨的墊子 放上去以後呢 你的磨豆機呢 就乾淨了 OK 那就是從外到內 所有的 的部分都清潔過了 所以使用手套 加上毛刷加 吹球 就可以讓你的磨豆機 藏寶如新 那今天的磨豆機清潔呢 就交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家不是用這個 哈利歐的磨豆機 但是 類型一樣的話 基本上清潔方式很像的 那今天學長呢 就教大家 追刀的 小追刀的 清潔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此為止 各位記得要保持 磨豆機的清潔 才能夠讓你的 出杯品質更穩定喔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